總統現在在美國有讓美國總議員 議長麥克斯來記賓 對於這個事情 中國現在有犯罪 中國國台版只控 我們在美國代表蕭美金 是這個台獨文主 宣布說 今天這個蕭美金跟他的家秀 在美國和香港和歐盟 有哪製造成兩大紀念碼 對這個事情 行政 議長 但建議是會議員說 臺灣的事情不是中國的家務所 總統率英文 會見美國總議員議長麥克斯 添化台美的關係 他們去中國不外 篩出犯罪手段 中國國台版在設置指控 我們主委代表蕭美金 是台獨的原國粉絲 宣布說要嚴重蕭美金跟他的家秀 入去中國 香港和歐盟 也點名我們經濟金會 亞洲自由民主聯盟這兩大紀錄 在國際要請贏這個台獨的主張 同樣是禁止負責任入去中國 我相信這是對於台美關係 未來能夠更加發展的一個很好的突破 我們也預期台美關係會更善成龍 國台版經過說會照依法中心來去堆積 蕭美金回應說這是第二邊去中國共產黨來製裁 如果中共海軍抗力在台海山在電區聯合 順行順早 不過要沒有現場暖子的專制 也沒有說到去讓我們新的南來感控 民進黨立委表示說 剩滅火來就現出中國 他們的心情真正是會真正 這樣更加就現出 蕭美金對台灣外交的重大貢獻 中方做出了這樣子的過度的反應 我真的要告訴大家 所有的國際媒體 一定會善效這件事情的 譬如說前總統馬英九來訪問中國 還再來說到兩邊算是一中 剩總統來反駁說 這是一九七空年代的論述 到現在有政差 馬板批評剩總統是好定現法的一中原則 公開主張兩國論 他跟台灣搶向非欠的境界 已經沒有適任總統的執務 臺灣確實是我們的事 不是中國的家務事 不要說只承認美國政府的一中原則 但是卻不願意接受 馬英九前總統所講的一中原則 而況且馬前總統所講的一中 絕對是中華民國 王明塊強調說 馬英九說的這個一中是中華民國 張天林他道考試說 九二共識是一國兩制 馬英九順應中國的公法 這就是在消滅中華民國 回來臺灣後會受到國人的檢視 他事實在希望 還欠一個 中華民國 選擇 感谢观看